春暖花开,大草原上充满了生意盎然的绿色,又到了交配的季节,一只雄狮正在寻找着配偶。 她看不上来自唐朝的美女佩琪,也不想搭理参加了嬉皮士运动的小马宝丽。 其实她的心中早已被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深邃黑暗行为艺术家所深深吸。 狮子明白,每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都有其独特之处。 在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里面,人们最关注的是生存与繁衍,因此生存与生殖的特征就是审美标准。 那个时代女性雕塑造型展现的就是粗壮与结实。 到了秦汉时期,仪泰端庄成了官方选美的标准,对身材的要求是丰肉、微骨,也就是说肉体要饱满,不能看出骨头的形态。 再往后就是喜欢丰满体型的唐朝,女性更需要额宽、脸圆、体盘、健康才能算美。 同时,她们的穿着也比其他朝代更加暴露。 而到了宋朝,画风再次转变,女性的美感从饱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认为溜尖、平胸、细腰、小脚才是最美的。 这个画风维持到了明清时期也大概如此,也对女性提出了果族这样十分反人类的要求。 如今,人们对女性有了多元化的审美,女性对自己的美丑也更有发言权。 审美之所以不停变换,是因为不同时期中文化、经济、政治等等许多因素对人们的审美产生了影响。 这个标准在当代变化更为迅速,60后觉得80后穿衣打扮十分滑稽,00后又嘲笑80后穿起来很像大叔。 总之,摄影的审美标准也经常因为时代或者一小群人的追求而发生改变。 好,严肃一点,开始上历史课了。 摄影刚刚发明的时候,人们十分迷惑,相机这个黑盒子到底是偷取人类灵魂的法器还是记录现实的工具? 或者说,这是可以产生一项新的艺术吗? 前面两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摄影到底是不是艺术就需要花点时间来探讨了? 要是说道理说不通的话,要不咱们搞个运动热闹热闹? 于是在19世纪50年代,摄影艺术家们就开始用绘画的方式来创作,因为当时人们觉得绘画一定是真正的艺术。 在绘画主义这一潮流中,有一位领军人物叫奥斯卡雷兰德,他曾经苦学绘画,却最终拿起相机拍摄画作。 当然,他不是做翻拍画作这样无趣的工作,而是用绘画的标准和想法精心布置一个真实的场景, 找来真人站在镜头面前出演宗教剧情,然后用相机记录这一画面。 说起绘画主义摄影就绝对不能忘记这幅经典之作,这是奥斯卡雷兰德拍摄的Two Ways of Life, 它也便成为了绘画主义摄影的代表作之一。 这也是一张用30张副片拼接而成的Panorama,也就是全景照。 在后来当人们提起奥斯卡雷兰德这个名字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他就是艺术摄影之父。 总而言之,在这个起步时期,摄影家们觉得照片如果越像绘画,就越接近艺术。 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虽然摄影和绘画都同属视觉艺术,但是摄影却具有更强大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用绘画的方式去摄影,无疑是扼杀了摄影的一些本性。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越追求世人认可,也就越偏离摄影的本质。 但当时艺术家这样去做,也实属无奈。 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绘画印象派在法国盛行。 他们认为,清晰的笔触,完美的透视并不是绘画的唯一出路。 我们可以去追求充满光线和色彩的气氛和物体的这种视觉印象。 这个创作观念影响了摄影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期,摄影师也开始了印象派实践,逐渐意识到了,摄影是为摄影师观念服务的。 其中代表人物是乔治·戴维森。 这张名为洋葱田的作品,便是他使用针孔照相机拍摄的。 1890年,他初次在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公布的时候,就引起了一片轰动。 模糊的画面虽然显得不同寻常,但是这确实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尽管印象派遭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还有人们把他们讽刺称失真的摄影师。 但是他们的尝试,为后人更加直接和更加纯粹的摄影方式奠定了基础。 艺术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某个想法推到极致。 比如说印象派追求那种不暇思索,直接了当的照片, 那么咱们就干脆做得再纯粹一点,将直接了当这个做法推到极致。 美国摄影家保罗·斯特兰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直接摄影的想法, 他认为摄影就是应该用最小的修饰记录最真实的场景。 对于一个持有直接摄影信仰的人来说, 他们更追求技术上的完美,追求作品清晰,光影反差很高, 构图也追求精确和完美。 他们试图在这个年代将摄影技术推到极致, 对他们而言,多余的修饰包括裁剪都算是作弊, 因此绘画主义摄影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邪教。 斯特兰德认为照相机的客观性和对人类视觉的超越,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眼睛的观察力, 他是这样批判绘画主义摄影的, 这令底片的纯粹性失色。 后来他也写道, 如果你使别人感到你和世界没有融为一体, 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件极端平庸而且毫无价值的事情, 拍摄了一张绘画拍照片, 叛逆推动着历史进步, 直接摄影的影响非常深远, 他虽然看似极端, 但成功的让摄影家们认识到了摄影的独特性, 也给世人了一个答案, 摄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然而直接摄影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 似乎过于贬低其他的摄影艺术形式的价值, 当然这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在极端追求摄影的真实的那些日子里面, 另一批艺术家因为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世界分崩离析的原因, 有了新的需求, 他们拒绝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 一改直接摄影的作风, 不在乎摄影技术, 在作品中的分量, 只是把照相机看成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 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照片拼接来完成作品, 这就是摄影中的达达主义。 他们的行为同样是叛逆的, 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旧的秩序, 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达达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旧秩序的拒绝, 达到彻底瓦解旧秩序的目的, 在这个潮流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叫 和他长了胡子的蒙娜丽莎。 在摄影领域, 杜尚的好友曼雷, 成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达达主义摄影师之一, 他的作品充满了和直接摄影的对立, 相机和摄影技术只不过是他表达想法的工具, 而最重要的是相机另一头的东西所表达了什么。 遗憾的是达达主义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理论依据, 因此很快也被内涵更加明确的超现实主义所取代。 到了20世纪30年代, 一部分艺术家认为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表现真实世界, 是古典艺术家早已完成的任务, 于是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挖掘和思考。 想必大家早已见识过这一时期著名艺术家达利的作品, 作者往往会用一种写实的手法来描绘不可思议的场景, 这种思路也奠念了超现实主义的特点。 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同样相信人类最高的最真实的情感潜伏于思维的深处, 于是他们也找到了两种表达潜意识的创作方式, 拍摄真实场景, 或者利用摄影和暗房技术来构建纯粹幻想中的画面。 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超现实摄影师就是麦克雷, 而不,我要说的是曼雷。 可以说曼雷是从打打主义过渡到了超现实主义, 他认为与其拍摄一个东西不如拍摄一个意念, 与其拍摄一个意念不如拍摄一个幻梦。 他还曾经利用暗房加工多次曝光等特技, 将一些看似毫不关联的影像错乱的联系在一起, 制造了一种现实与幻想, 具象与抽象之间的非常奇特荒诞又神秘的作品。 摄影史上的流派远不止上述几种, 19世纪初期还出现了抽象摄影的实验, 二战后还产生了追求真实的堪迪派摄影。 到了今天我们这个和平年代, 已经很难找到哪个独立的思潮或者流派可以支配摄影界, 或者说人类在摄影上所做的探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如今大家都在享受这前人留下的巨大文化宝库。 我们也理解了, 艺术摄影是属于个人的追求, 也努力地寻找着各自的特点。 当我们如今再次回顾摄影时, 不难发现, 审美在摄影上的变化是非常有规律的, 一批人宣扬用真实, 紧接着就会有一批人追求幻想, 一批人利用摄影去还原世界, 就立刻会有一批人用摄影去绘造梦境。 人类就是这么纠结的动物啊, 分裂了就要统一, 统一了又要分裂, 战争了就要和平, 和平了又没事找茬, 往海里丢导弹, 历史总是不停地重演的。 如今我们学习摄影史不是为了去温习过去, 而是为了学新的东西, 对于个人而言, 没有学过的东西都是新知识。 历史上每个时期的艺术家的不同追求, 可以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启发和灵感。 我们所谓的摄影个性化, 都是在前人的摄影理念中寻找自我。 如今的艺术家很难找到完全不受历史影响的, 有的人拍的片子带有浓厚的绘画主义色彩, 有的人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走遍了大街小巷, 还有的人坚持着描绘幻想与梦境。 当你在课程结束之后, 花一些时间去看一下历史上各种主要流派的作品, 学明白了他们的艺术追求, 之后或许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审美取向。 为自己今后的个性化发展打下基础。 感谢大家耐心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一定听说过日系和欧美色调, 我们在网络上也能查到许多相关的后期教程。 比如说像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教程, 还有这样的教程。 可能大家对日系色调的概念主要是过曝, 低饱和度, 高光泛青, 胶片质感等等。 但是你可曾想过, 日本摄影史上最著名的几位大师拍的照片, 却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照片。 我们再来聊一聊欧美色调。 在许多人眼中, 欧美色调通常是比较艳丽, 对比度比较高, 亮度较低, 有时候也带着一点胶片的味道。 但是你可曾知道, 许多欧美知名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 却是这种感觉。 还有这样的感觉。 还有这样的照片。 任何通过地区来划分摄影, 或者后期风格的方式都是片面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深入地去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和那些外国的摄影师, 我相信你会发现, 每个地区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他说真的能按照国家或者地区来划分摄影风格的话, 那么印度戏岂不是这样的吗? 此时可能有人会举手反对, 提醒我别忘了日系风格里面还有最具有代表性的穿内轮子呢。 许多人认为他的照片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近物为拍摄对象, 照片明亮,色调温柔, 气氛也很安静, 可以说是日系照片的典范。 但是媒体上拿穿内轮子的照片大谈日系的时候, 却从来不提他在2013年出版的那个作品集《天地》, 大概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变得不那么日系了吧。 他将题材从日常生活转变为记录阿苏珊一年一度的野火烧草活动, 照片的内容重大转折让他的后期也似乎脱离了往昔的清新感。 我们可以看到浓烈的黑烟映沉着鲜艳的火焰, 让照片用非常激烈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维护平衡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从照片中看到穿内轮子, 他的清新色调仅仅是一个外行能感受到的一个表象, 这个表象随着他拍摄的内容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用外行的眼光去看他的作品, 只能看到他温柔的色调。 恰好他的风格,尤其是他的早期风格, 和我们所发明的日系有几分相似。 我们看见了形式, 难以发现他的作品在清新的表象下蕴含着的深刻的人生的领悟。 他用非常温和的方式将看到的画面记录下来, 用抽象的画面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作品融合。 他的作品集《半梦半醒》所表现的就是自己内心非常狭小的一个世界。 在他的作品集《光的亮度》中, 饱含着作者追求光明的愿望, 也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他的微观生活, 在纯净的画面里融入了作者对生与死的深入思考。 正如作者所言, 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像沙子一般一粒一粒沉淀在心底。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日系或者欧美调色的这种风格的错觉呢? 有人调侃过, 在日本拍出来的就是日系, 在欧美拍出来的那就是欧美风格了。 这个话不一定正确,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说法或许能够猜到地区文化确实会影响摄影师的风格。 换句话说, 后期风格一定是根据拍摄内容来决定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拍同一个场景, 那么大家的后期可能就会有相似之处。 假设我们在日本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拍照的话, 那么后期调色也需要考虑照片中的日本元素的特征。 对于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日本摄影师, 其实他们也是如此。 然后当他们的作品传播开来以后, 就会有人肤浅地去脱离照片实际内容大谈后期调色, 导致追随者在不同的拍摄环境中套用了他们的调色风格, 产生了看似新颖, 实则东施笑评的后期特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摄影师, 因为他们在生活环境,文化特征, 价值观, 以及经常拍摄的场景和人物上的共性, 在内容上可能会产生一些类似的地方, 进而让照片在后期上也产生相似之处。 请大家千万注意, 这些相似之处是基于外国的场景而产生的, 不代表这就是固定的调色风格, 更不代表可以随意套用在所有的国内的场景中。 所以国内民间摄影圈流传的所谓日系欧美这些色调, 只能说是一些人依照自己对外国的成见, 胡乱编造出来的调测方式罢了, 然后把这个帽子一把扣到了穿着轮子等人头上。 我们太懒了, 原以深入研究知名摄影师他的个人风格特点, 就以地区差异一概而论。 如果我们有心去查阅一下, 会发现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 往往和我们所说的日系相趋甚远, 比如说像《西江英公》、 《山本博斯》、《小山基信》、 《全川石花》, 这样的名字所对应的作品可以说各有特色。 有的充满了色彩的冲撞和人体的张力, 有的又是用压抑的画面书写了人心的欲望。 如果一定要学他们的作品化, 或许我们应该先放下他们的色调风格, 并且像他们一样把摄影和人生哲学联系到一起, 针对每一次拍摄内容上的不同风格制定拍摄策略。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日系和欧美它是个很片面的概念, 研究摄影必须从个人入手, 从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入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好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 塑造个人的摄影风格呢? 这样吧, 让我们从国内的新锐摄影这个潮流说起。 2016年1月, 《摄影无忌》2015中国新锐摄影奖揭晓, 这个结果让网络上很多人引起了争议。 许多人认为获奖作品缺乏最基本的美感, 摄影师技术不足, 就像装逼的厨子拿着马桶炒菜。 也有人举例说明, 所谓的新锐摄影, 无非是对外国摄影师的拙劣的模仿。 还有人直接对获奖作品和主办方破口大骂。 当然也有理性的声音, 呼吁大家在批判之前一定要拥有批判能力, 然后从作者的角度去考虑之后再做评价。 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个比赛搞毫不相干的人都能反目成仇, 十分浪费感情。 但是从宏观上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舆论的平衡, 一部分人反对, 一部分人支持, 产生争论之后呢, 观众才能看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然而我觉得这次争论并不全面, 大家在赞美或者贬低作品的时候, 似乎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个比赛的名字名不服侍。 因为入选的作品里面只有锐, 没有新, 基本上全都是外国摄影家已经探索过的东西, 因此新锐摄影师这个头衔, 肯定会遭来责难。 但是作品本身却有巨大的意义, 因为这些所谓重复性探索, 是建立在一块不同的土地上的, 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也能产生不同的价值。 我们不用盲目去模仿外国摄影师, 因为中国的文化特征给我们, 带来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 也只有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去洞察自己的文化。 那么当你下次拿起相机, 想记录一个城市的人文, 想表达对生活的感悟, 那么不一定要追求国外壮丽的海岸线, 或者繁华的大都市, 其实你的家乡, 你常住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因为不论你是否喜欢你所生活的地方, 它都能给你带来最深的感情。 而你对它的认知也会远远超出其他地区。 你了解城市的历史, 环境, 熟悉人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与其他地方的与众不同之处。 你也清楚当地人的需求与愿望, 还能清楚地嗅到城市中资深的腐败气息。 如果你爱它, 你可以展现它的美, 如果你对它横之入骨, 更能让你的照片情感强烈。 如此一来, 你独到的审美, 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它的某种特征。 总而言之, 我们不要盲目地去用地区划分风格, 不要肤浅地把作品的形式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我们需要的是把握地区给你带来的创作机会, 用我们的情感去挖掘身边世界隐藏的各种特征。 好了,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咱们下一讲再见。 在学习了前面那么多课程之后,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审美是什么, 作用何在, 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不同时代地区的审美特征。 那么现在, 也相信大家准备好了开始提升自己审美了。 只要想到提升审美这个问题, 相信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说, 我需要多看片。 但是, 并不是作品看得越多就越有效。 看什么片比看多少片重要得多。 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 我刚刚开始拍照的时候, 有一位已经玩了几年摄影的朋友给了我不少建议。 他经常跟我说, 要多看别人的作品, 告诉我某某摄影小组上的作品都非常出色。 我当时听取了他的建议,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经常去上面看片, 当然也有了不少收获。 一晃七年过去了, 我有幸再次跟那位朋友见面, 聊了很久, 却发现他和当年相比似乎没有任何进步, 依旧是刚入门的水平, 依旧只在那个摄影小组上面看片, 也只在QQ空间里面发布作品。 可以说他曾经得益于某个平台, 而最终又局限于那个平台。 我并不认为他喜欢的某某摄影小组一定是一个非常低端的平台,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任何一个平台都有它的局限性和审美取向。 比如说, 拍美女小清新在微博上面广受欢迎, 但是不一定能在loft里面受到同等待遇, 而500px首页上面, 那满屏的浓郁色彩的照片, 不一定能够在EX里面受人待见。 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平台或者社区, 我们需要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来丰富自己判断照片优劣的依据。 我们也绝不能一直留在某个平台或者社区上面交流学习, 任何平台都有巅峰和低谷。 刚刚出现的时候, 优秀的摄影师们纷纷加入, 分享经验和作品, 但是随着大家自身的进步, 流行趋势的变化, 以及新的社交理念层出不穷, 民间的摄影圈核心人物会不断地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 曾经热闹的人气也会随之消失。 那么, 是不是去看最优秀的作品就一定能够提高审美呢? 那么, 让我们来听一听第二个故事。 可能有人已经听我讲过这个故事, 那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位十分刻苦的学姐, 她学英语练听力的时候非常刻苦, 走到哪儿都带着复读机, 吃饭的时候在听, 散步的时候在听, 上厕所的时候在听, 洗衣服的时候她都在听, 然后听了一年多, 听力考试一塌糊涂, 我问她你听了那么多, 你都听懂了吗? 她说, 都听不懂。 听不懂的语言对我们来说就跟哼哼唧唧唱歌一样, 对我们的语言水平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 看不懂的照片也是如此, 不仅难以让我们学到东西, 还有可能让我们反感摄影, 那么如果我们在没有一定审美能力之前, 就直接去看印象派或者抽象派摄影的作品, 那么可能我们会一无所获。 上节课谈到了新锐摄影, 就是非常好的案例, 把公众看不懂的东西放到公众层面上来宣传, 就容易遭致贬低。 我一直认为, 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 如果他没有惊人的天赋, 或者他没有对其他视觉艺术领域颇颇有颇有研究的话, 那么他的摄影审美标准只是比他当前的摄影水准高一两个等级而已。 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提过这个观念, 放在这里一样有效。 我们不仅要看著名作品, 通过专业人士的点评和解读来学习研究, 也最好不要错过那些优秀但是并不深奥的照片, 循序渐进, 在提高自己的时候欣赏水平也会不断提升, 而且提升速度比技术要快得多。 我们现在明白了, 提升审美不仅要多看作品, 还要多看不同类型的作品, 要去看著名作品, 还要看自己能看懂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边实践边学习, 那么具体该如何去做呢? 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将学习方法分为两种, 纵向探究和横向学习。 顾名思义, 就是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深入挖掘。 一开始, 我们可以从新人聚集地开始学习, 不要好高不远, 因为高端的群体反而缺乏新人所需要的营养, 比如说像如何选择器材, 如何准确曝光, 如何让照片看起来合格, 以及后期软件该怎么用, 这些问题都是新人急需解决的。 倘若相机就没有拿稳, 就大谈抽象拍摄影, 那么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照片 都会看起来很新锐吧。 在摄影入门之后呢, 当下有很多网络平台和社区都可以成为你发展自己审美和提升摄影能力的好地方。 视觉中国旗下的中国版500PX可以让你对图库作品的需求有所了解, 增强对当下潮流的感知能力。 图虫, Loftr一类主打原创的平台, 可以让你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感受多元化的创作方式, 初步的了解艺术在摄影领域的各种可能性。 微博综合性更强, 虽然意味着低质量的作品可能会较多, 但是可以用来自己发布作品, 接受观众的检验。 除此之外, 一些偏小众的APP, 例如艺术狗, 都可以作为搜索佳作, 积累审美的平台。 那么接下来, 有一天你的水平就获得了上述主流平台的认可, 而你还期望能够进一步提升,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瑞典的EX为自己打开新世界大门。 我并不认为那上面的作品代表了当代艺术摄影最高的水平, 但是它的地位或许算得上连接爱好者和艺术家的纽带, 是能够普及艺术的平台。 对于付费用户来说, EX还会提供质量较高的摄影课程移动学习。 看过EX的朋友肯定会对艺术产生极大兴趣, 那么此时网络媒体恐怕已经无法满足你的求知欲了, 纯理论的书籍又可能看起来过于深奥。 那么像《摄影的艺术》、《摄影的折丝》这一类的 以艺术为基调的启发性书籍, 或许能够带着你进一步挖掘摄影的价值, 以及它对你的个人意义。 有一些人反对看这些书, 因为他们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这些书籍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数码时代的摄影技术。 但是我认为, 不论摄影的方式如何改变, 艺术的本质都不会随之变化, 几十年前的理念如今一样受用, 倘若你对胶片技术不感兴趣, 就不要去看那些章节就好了。 再接着深入的话, 不妨看一看世界摄影艺术史, 宏观上把握一下前人的探索, 感受时代对摄影师追求的影响,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根据地去思考当代摄影师的使命。 也可以从纯理论上去探索摄影的奥秘, 去阅读一下艺术哲学或者书本花随笔, 这一类的哲思, 或许你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艺术是如何表达自己的。 在纵向上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关于艺术摄影纯理论研究也不胜枚举, 我们不一定需要艺术博士文凭才能有资格成为艺术家, 但是多读书, 多学习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在靠近艺术。 除了在摄影领域做深度探索, 我们同样也需要广泛地学习视觉艺术相关的知识, 因为摄影和它们都紧密联系着。 例如我们说摄影与绘画息息相关, 人们在欣赏摄影作品和绘画作品时, 都需要通过视觉感官来观察作品中所展现的形象, 与此同时, 两者都是对某一瞬间的形象固定地展示, 人们只能在一个画面中去欣赏, 并且去想象这单一画面以外的故事。 那么人们在绘画上的探索就能够运用到摄影中来。 设计对摄影的帮助似乎更加直接, 设计注重画面中传达语言, 摄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与观众沟通的一书。 那么视觉锤这一书就可以给我们在视觉沟通上带来启发。 又比如说, 我们难以在摄影领域找到一本色彩的书籍, 但是在设计领域却能发现不少, 例如专业色彩搭配手册, 色彩设计, 而这些色彩理论也可以直接运用到摄影中来。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视觉艺术领域才能对摄影上的技术和审美产生帮助, 哲学、音乐乃至一切包含人类对世界理解的科学都可以成为我们认识摄影的途径。 哲学上的探讨可以成为创作的题材, 也可以让我们认识艺术, 而音乐从本质和摄影的艺术功能基本相似。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论艺术艺术》中所说, 艺术家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 并且在唤醒这种感情之后, 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 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情感。 总而言之, 不论是从纵向上研究, 还是在横向上广泛学习, 我们都需要明白摄影的艺术没有上线, 不要轻易以为学够了就可以自诩心锐或者大师, 我们也需要认清自己在审美所处的阶段。 循序渐进的拓展知识, 不要急于求成, 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才能走得更远。 希望大家在这一刻有所收获, 咱们下一讲再见。 这节课, 让我们将之前谈论的所有观点综合起来, 讨论一下怎么利用自己的审美水准来帮助创作。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经历速到审美, 所以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利用自己独到的审美 来拍摄与众不同的作品。 但是与众不同并不意味着优秀,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谈到过, 审美水准有高有低, 低水准的审美带来的作品可能是与众不同的优美, 而高水准的审美往往带来的是与众不同的壮美。 优美的东西赏心悦目, 但是只能给人带来短暂的愉悦感。 壮美的东西难以欣赏, 却更加接近人类的本性, 更能带来灵魂的震撼。 摄影师理应将提升自己审美, 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壮美的殿堂, 定为最终目标。 但这不一定必须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没有高水准的审美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失败。 当代摄影家布鲁斯·巴伯恩 对被世人称为现代摄影之父的曼雷 做过一个有趣的评价。 他的作品很有创意, 但是缺乏审美。 这样看来, 似乎没有高水准的审美 同样可以走上艺术的巅峰。 这和艺术的本质并不矛盾, 只要在作品中能够与观众沟通, 表达观点, 并用强烈的方式呈现出某种强烈的特征, 那么这个作品就可以称得上艺术。 换句话来说, 不美也可以成为艺术。 那么, 或许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许多国内所谓 新锐摄影的潮流 被观众广泛贬低, 因为他们虽然创意十足, 有的表达强烈, 但是普遍缺乏审美。 而这个现象又体现了 当前国内摄影艺术权, 专业知识和技术储备不够的特点。 许多人有搞艺术的能力, 却没有把艺术搞好的能力。 以早年热议的婢女为例, 她的作品在一些亚文化群体中 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但是在普通观众眼里简直不可理喻。 她并没有惊人的艺术天赋, 也没有受过任何艺术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而她独特的经历赋予了她 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 让她对某些事物极为敏感, 能够抓住某些群体的个性特征, 并用强烈的手法表现出来。 但是她的经历并没有包含太多的审美领域的提升, 没有系统地学过艺术, 甚至可能不明白自己在创作上的感觉 愿意何处,将去何方。 因此她的经历也让她的作品 时常表达着常人眼中的丑, 而且越是将这种特点推到极致, 就越容易遭到世人的反感。 有的艺术灵感源于学习和思考, 有的源于对生活经历的感悟, 这两种来源并不矛盾, 可以独立存在, 抓住特征的同时不一定需要牺牲审美。 我认为, 不论是从艺术的最终目的, 还是从摄影师自身追求角度出发, 我们都需要尽可能两者兼备。 对于艺术而言, 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艺术圈生存, 伟大的艺术往往能够影响圈外之人。 艾德华蒙克的《呐喊》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震惊人士的杰作, 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对于个人而言, 我们理所应当要去追求能力或者思维上的完善, 一方面需要发掘自身精力, 赋予你的独特之处, 另一方面需要有目标地去培养自己的审美水准, 这样才有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达到更高的高度。 并不是每个人都和婢女一样, 有着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 认识许多边缘群体, 所以我们也切莫刻意追求另类, 倘若我们不理解其中内涵, 没有和他们一样的心境, 就无法合理地另类。 但是我们有着自己的故事, 认清自己的经历, 才有可能找到经验与创作之间的联系, 才有可能大致地了解自己当前审美水凭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下面, 我将以我自己的经历进行回顾与思考, 并以此作为示范, 看一看如何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审美水平与创作能力。 我的生活从小到大, 从未经历很大的跌宕起伏。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也最终在工薪阶层找到了普通的一席之地。 但很幸运的是, 我的父母十分重视教育, 甚至把我的教育放在了一切之上, 并且尊重我几乎所有爱好。 这让我更加肆无忌惮地不顾正业, 从高中时开始成绩就垫底, 但是一直自学西方哲学音乐史考古学, 阅读了大部分能够找到的中外名著, 听遍了各个时期的古典音乐。 到了大学时期, 又疯狂地迷恋重金属音乐和道教哲学。 我并不对这些爱好感到有一丁点自豪,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爱好坚持到底, 到头来只是一个爱好众多的失败者。 更糟糕的是, 我的记忆力如此之差, 以至于学了那么多东西, 却从来不能和别人高谈扩论。 幸运的是, 在父母的支持下, 我获得了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 同样也是因为记忆力的原因, 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但是积累了一套颇为有效的思维方式,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我才能把之前在各个领域积累下来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碎片 联系在一起, 产生新的观点。 这些经历, 让我习惯于安静地倾听和思考, 也成了我生存方式, 我不会去主动追求强烈的情绪, 灵感不一定要源于悲惨的现实状态, 强烈的好奇心对我而言就足以完成这一使命。 这种平静的态度和有效的分析方式, 让我十分适合当前的工作, 不论是作为教师、研究者还是摄影师的身份, 我都能够保持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而以上这一切也让我的作品中充满了平静和思考, 习惯于在一个安静的场景中用简单的元素展现事物至今的联系, 或者表达观点。 相比我平静地讲道理的摄影风格, 我在摄影工作上的另一位同事则更有激情, 也更加注重情绪的传达。 有一次我出于好奇, 顺便想验证一下自己对经验和审美做出的关联是否有效, 特意向他询问了一下他在成为摄影师之前的经历。 他和我一样, 在爱好上都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也获得了许多艺术方面的培养, 由于很早就接触了二十学文化, 让他对这一领域的表达方式一直有很强烈的激情, 所以从小学习画画, 一直梦想成为漫画家或动画师。 他的另一个经历是看电影, 尤其是恐怖和边缘题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看电影只是消遣, 但是以他每天看一部并且坚持了许多年的情况来看, 这已经可以认为是一种习惯或者生活方式了。 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培养完较高的审美要求, 另一方面难免会让人对现实和故事产生混淆和错觉, 让思想产生矛盾。 他跟我谈到, 他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批判, 但是同时内心又会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 这让他的作品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 要不然非常温柔、浪漫, 要不然幽暗、冷酷。 他在出国居住之后, 作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审美标准也随着人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与我的出国求学不同, 他顶着十分大的生活压力去了国外, 一度激进崩溃, 或许这也是他作品情绪感十分强烈的原因, 让他一方面追求美与自由, 另一方面又沉迷于内心的挣扎。 大概每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都是如此,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以及经历。 我们在通过拍摄进行表达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地认识自我, 建立适合自己的审美标准和思考方式。 曾经有许多人建议我改变风格, 虽然是出于好意,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风格的改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当前风格是由当前阶段的生存状态, 以及之前所积累的经历决定的。 随着经历的变化, 经历的增加, 自然会有新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作品。 而刻意追求我们经历之外的风格, 只会让创作超出观念和审美认知, 让形式取代内涵, 作品看起来也会更加刻意。 最终我们也容易陷入迷惑, 失去激情。 所以, 当你下次打算建议你的摄影师朋友改变风格的时候, 不如先建议他搬个家, 或者换个城市工作。 总而言之, 摄影不论何种题材, 最终结果都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东西。 它反映了我们现阶段的审美和认知, 也会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 我们需要把摄影或者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视为认识自我, 表达自我的途径。 时常进行自我审视, 倾听一下自己的诉求和观点, 这样才有可能最终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艺术作品。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讲, 再见。 大家好, 这是我们审美系列的最后一课。 我一直觉得, 能够耐下心来听一听鸡汤课程很不容易。 毕竟, 在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 很多人都追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于是, 市面上便充斥的大量的, 像三部拯救废篇或者是三分钟调出森系高级灰这样的速成的课程。 而且, 往往标题越是哗众驱宠, 内容越是平庸甚至错误。 然而依然有人乐此不疲。 就比方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 请你用一句话讲清楚摄影的真谛。 我想了一下,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去理解。 首先, 摄影的价值是什么? 摄影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摄影师需要追求什么? 还有等等其他问题。 当然, 摄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里面包含了例如艺术、 商业、 创意等等行业方向。 在每个行业方向里面又包含了人物、 风景、 计时、 进物等等拍摄方向。 还有那些各个门派里面数不清的流派。 它们都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因此, 即使是我刚刚随手举例的领域来算的话, 他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至少要用27个问题来展开回复。 但是我确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应付这种问题, 那就是回答, 摄影的真谛蕴藏在天地之间, 隐藏于万物之中。 只要你有一颗好奇的心灵, 那么摄影的真谛自然会找到你。 然而这句真理一般的话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 我为了讲清楚摄影, 一直试图努力地把各种理论和技术分分别类整理, 按照合理的学习顺序排列, 最后把各种观念和技术搭配联系起来做成营养大餐, 然后吃掉。 这些营养在胃里面融合消化, 变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 之后还剩下一些无病声音的感慨, 变成了粪便排泄出来, 这些粪便便是上面说出的那句话。 我明明做了一桌子菜, 你懒得慢慢去吃, 竟然想吃屎。 什么? 还有人会因为我不给你吃屎, 怪我没能力? 例如下面这个截图中谈到的这个霸道大妈。 量子物理如果是能几句话讲清楚的, 那还要那么多专家忙活啥? 宇宙能轻松解释清楚, 那么人类岂不是跟神一般的存在? 霍金那几本科普书的懒得去看, 还指望能够理解宇宙? 我看你这想吃屎吧? 好了好了, 严肃一点。 让我们冷静一下, 看看如何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来欣赏优秀的摄影作品, 以及该如何把审美运用到实践中去吧。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历史上最有名的那些作品。 欣赏计时类摄影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解读画面中的事件。 1945年8月11日, 美国宣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接着在美国街头爆发了狂野的庆祝活动。 一名名叫阿尔弗雷德的摄影师参加了时代广场的庆祝活动, 当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才华的摄影记者之一。 在捕捉庆典活动的时候呢, 他发现一名水手, 沿着街道奔跑, 抓住任何一个他能看到的女性, 不管他是年轻还是老年, 是胖还是瘦。 当他与一位美貌的护士亲吻的时候, 阿尔弗雷德拍下了这个画面。 这张照片在各地的报纸上疯传, 有了评论谈道, 毋庸置疑, 很遗憾这张照片并没有拍到那些久别的情人期待已久的拥抱。 但无论如何, 这个画面都反映了美国人民在长期战争结束之后的狂喜与放纵。 这张照片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正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在描述特征的时候又抓住了非常典型的事件。 在这个典型事件中, 出场人物的表现力又无与伦比, 因此让这张作品成为经典。 一些人认为摄影可以分为两个时代, 亚当斯之前和他之后。 《时代》周刊曾经提到, 摄影并未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 相反, 摄影师通过他们的曝光进行各种极端的操作, 或者使用凡事林, 涂抹镜片, 然后还有用针去擦上他们的底片, 用这些极端的方法, 试图让他们的照片看起来更艺术, 或者看起来更像绘画。 然后亚当斯出现了, 他帮助其他的摄影师克服了他们的集体自卑感。 亚当斯大胆地宣称摄影师赤热真实的诗歌, 他尽可能用技术还原真实, 宣扬纯粹摄影的价值。 在那个手持傻瓜相机迅速成为标配的时代, 亚当斯却紧紧抓住笨重而又老实的大画幅相机。 终于, 他的照片将摄影变成了艺术。 更重要的是, 他们塑造了美国人对国家荒野的思考方式, 并且让世人知道了该如何保护他们。 亚当斯对这块土地的热情不仅限于拍摄记录, 1936年他带的照片到华盛顿去游说, 希望国家能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国王峡谷进行保护, 果然他获得了成功, 该地区被宣布成为国家公园。 亚当斯的作品不仅仅在技术上具有革命性, 而且取景极具美感。 凭借他长期拍摄风景的经验, 他能够牢牢抓住自然环境中的强烈特征, 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除了历史上的那些名作之外, 当代也有着更多的, 更丰富的摄影家作, 值得我们去一一探索。 相信每个人看到这张作品的时候, 都会眼前一亮。 正装打扮的男子却将绳索套在脖子上, 取代了领带的位置。 作者Peter用富有质感的光影, 规矩的构图, 展现了当代职场的巨大压力。 这张作品乍一看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仔细想想又能发现其中的精巧之处。 我们在看到这张画面的时候, 自然会联想到早上起床上班前的坏心情, 但是又得克服脾气, 勒紧脖子上的绳索。 似乎这种上吊的感觉是社会强加于个人, 又似乎是个人强加给自己的。 一张简单的画面却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情绪, 也展现了当代社会的某一个特征。 在我看过的当代作品中, 这恐怕是我最喜欢的摄影作品之一了。 平时周围不乏喜欢拍摄翅膀的摄影师, 毕竟很多人觉得在照片里面加个翅膀就能象征自由, 能让照片变得高大上, 因为这种观念的人几乎都要拉动市场经济, 雪白巨大的翅膀恐怕也要变成淘宝爆款。 但是在Mackie的眼中, 翅膀却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形态, 它变成了枯枝, 撕破皮肉和衣服, 从人的背上生长出来。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与众不同并不一定就是优秀, 我们在看片的时候, 一定要思考你所见到的新鲜东西是单纯的故弄玄虚, 还是富有内涵。 这张照片画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看, 在图片合成应用上也非常熟练到位, 基本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知道这是假的, 但看起来就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 做着Mackie在照片中传达的观点, 我在看到他第一眼中, 脑海里闪过的情绪就是无奈与讽刺, 顺着这个情绪继续摸索, 并发现自己的潜意识早就将这个翅膀和我理想中的翅膀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所谓代表自由的翅膀统统都是假象, 向往自由的人要么看不懂什么是自由, 要么早就懂得自己不可能获得自由。 因此在看到这个树枝翅膀的惨状时, 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无奈与讽刺。 这种作品和潜意识的联系便是共鸣, 共鸣越强烈, 说明作者在传达观点的时候就越具有代表性。 在我们欣赏了足够多的作品之后, 相信大家会有很强的表达欲望。 不管你是哪个行业哪个战线, 都会对自己的生活以及世界或者自身有着许多总结和感悟。 下面我用自己拍摄一张照片作为案例, 简单地谈一下如何把我们在审美学习中积累的东西转化成作品。 拍摄上面这张照片的灵感源于我所居住的城市日益严重的雾霾。 这个异山傍水的三线小城市曾经蓝天白云早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本地自产和北方进口的PM2.5。 我在2006年的冬天曾造访北京, 惊讶地发现家乡的雾霾虽然在浓度上有点偷工减料, 但是口味上依旧有了纯正的北京口味。 拍摄雾霾这一题材在国内虽然属于新线事物, 但是也有不少摄影师进行过拍摄。 我也曾惊讶地在媒体上找到了一篇关于论述摄影雾霾的视觉美感的文章, 与我的感悟不谋而合。 但是大多数人对雾霾只是纯粹的憎悟, 想方设法把朦胧的画面变得更加清晰, 还原成是本来的面貌。 也有人直截了当地拍摄雾霾对生活的危害, 以及它的来源。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雾霾本身很丑恶, 反而欣赏它所带来的视觉美感。 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说, 雾霾必定是属于壮美的范畴。 我一直觉得不管是橙雾还是雾霾都极为美妙, 它打破了事物间清晰的界限也遮蔽了瑕疵, 让场景融为一体。 它强化了层次, 也让原本非常复杂的环境色彩变得十分统一。 但是雾霾笼罩在的城市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失去了声音黯然的绿色, 以及女孩美丽的面庞。 我曾经经历过雾霾给身体带来的巨大伤害, 也因此对它充满了恐惧和厌恶。 这种心情就像站在暴风雨中欣赏风暴的壮美, 同时又要时刻承担着失去生命的压力。 如果需要让观众产生类似的感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思路重新演绎我的惋惜。 于是我在这张照片上极力地将雾霾本身修饰得更美, 选择了一片平时生机盎然的草丛作为拍摄地, 又让人物的面容半折半眼, 露出大眼睛里面那个游离的目光。 计划中破烂的衣服换成了厚重的披风, 用来暗示天气的寒冷和空气的污浊。 手中的玩具选择了禁止的风车, 让空气看起来更加的沉闷。 远处的楼房的轮廓, 则来自于国内三个污染比较严重的大城市。 当画面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服务于同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距离摄影所需要的强烈的特征就更进了一步。 希望我的思维过程也能激发大家对自己身边世界的思考, 以及对自己的省视, 最终结合自己对审美的认识, 创作出优秀的摄影作品。 很遗憾这短短的世界课即将结束, 但是我相信你的摄影之力才刚刚开始。 倘若此时你已经有了明确的追求和梦想, 那么这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鼓舞。 在多年之后, 我自己回顾这套课程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那么诸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和公众号, 向我提出你的疑惑。 我的看电影学摄影系列课 也即将不定期的在各个平台上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有缘再见。